他去年就是说自己没有钱 光靠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 那在弹尽缘绝的情况之下 所以自然就吸引很多 尤其是军方退伍的 甚至有高到将军者 他们去帮他当志工 那刚刚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吗 碰到这个当时候的党工 有被资钱 因为他的竞选总部 后来也设在党部 那时候不是标榜韩国瑜 带着他的司机吴启全 两个就住在又旧又小的 很简陋的那种小房间里面 还供中天集团去拍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候的志工是 从党工离开 这个落了非常多 是刻意的或者说不经意的 就把许多那些垃圾丢在现场 包括水电也不通 他们是从打扫开始 然后要清运的时候叫不到车子 他们自己去叫车子 自己去运垃圾 然后把水电也接好了 然后把它清理干净 门口还要站岗 还要轮班 然后结果就这样子一直伴随 他就是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 所以这是他陆军前后期的学长学弟们 他先抓一个军方退伍的 然后再去一个拉一个 有的是学弟拉学长 有的是学长拉学弟 然后就这样子帮他打赢了 高雄市长的选战 大家不要以为说就这样解散了 因为韩国瑜他包括到现在为止 他不因为他做了高雄市市长 而就有所谓的国安随护保护 因为他要等到正式公告为正式的总统候选人以后 国安局才会由特勤人员保护他 所以在他那时候参加这个初选的 那个我们讲的前半年 包括到现在为止 还是要靠这些志工保护他 其实最令他们伤心的是什么你知道 高雄安的确 他们不是出力而已 他们自己出钱 出钱 对 因为后来 为什么要走 因为他们在贴油钱 你知道南北奔波 因为已经不局限在高雄了 甚至有从基隆下去的 他还要租房子 后来老大哥看到有一些学弟 他们这样经常南北奔波 油钱他贴了 但是每天跟着韩国瑜 你要喝 要吃 结果他们是等到什么时候 发现新韩了 就是我第一次把他们家的财产申报公布 他们发觉 原来你有四千多万身价 他们现在如果看到七千两百万 去买南港豪宅 他们可能 今天就绝对脆薪 结果你还把两千六百万的 选举补助款也报 申报做你家的家产 直接直接选举赚两千六百万 你一天没有大型造势活动的时候 你可以吃到六七百个便当 而他们却一个便当都没有 他们要自己提前 你可以说志工是你们自愿的 我不花钱 不花人事费 但是你最起码 你拿了一亿多的人家 捐给你的政治现金 你们吃一天可以吃六七百个 难道志工连一口都没有 那更甚的是他们到那个 就是后来韩国瑜当选之后 不是又开始一些竞选的行程吗 选总统吗 他们跟着他到大甲镇南宫 你知道吗 大甲镇南宫是个庙 里面有栽饭 他们就去吃栽饭 叫他们去吃栽饭 你说可能是带头的 我韩国瑜管不到这些 滴滴大大小事 韩国瑜去吃什么 他当然就是被请进去 但是我觉得不只是吃便当这个事情 他是零零总统的事情加起来 譬如说我一定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韩国瑜当选不是西开几十桌 请所有的志工男男女女都请了 他说你们今天要我干什么都行 要我翻跟斗都行 因为他很高兴 他说要我翻跟斗都行 他说李慧民 徐家青 你们都把你们当初护卫我的时候 那个衬衫拿给我 我帮你们签名 好了 就等到那天餐会的时候 他们就远远看到 韩国瑜真的帮他们签名了 还包得好好的 你知道那是什么样 从他们每个人脱下来 或是每个人拿出来 打包之后没有拆封过 他们远远地吃饭的时候看到那个 一包他们以为是签完名回来的 结果没有 连开封都没有 他们说我们跟列明这么走 来不及照相 连要你一个签名 你连那个拆封都没有拆封 你就原原本的拿回来 还叫他们领回去 然后过年的时候 发那个十元红包 也没有他们的份 他们不是因为说我贴了钱 而这样子讲 他们只是觉得 你当初我们跟随你 结果你的形象落差太大了 一件件揭晓出来 他们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那你连给我们一个便当吃都没有 你如果有一亿多的竞选经费 你何以让我们去吃灾饭 你何以一个便当都不发给我们 晚间十点 尽情锁定 正知道了 vide talks 比如说 不qui 跟 说